武汉肺炎持续肆虐东南亚 印尼死亡人数再创新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截至19日 疫情已造成超过1万人死亡 位居东南亚各国之冠 镜头来到雅加达东区的庞多区公墓 一辆辆救护车陆续再来准备下葬的棺木 因为绳索和木架有限 只能等工人整理好墓穴后再下葬 而家属向往生者送金告别时 工人也没得闲 得到另一处继续挖墓 墓园的工人表示 从未见过这样的状况 印尼疫情爆发至今不见趋缓 掘墓工人不分晴天雨天日夜待命 死亡人数多到原本的公墓 已不服使用 省政府还另辟新墓地 面对疫情这场战役 医护人员占前线 掘墓工人则是后卫 对他们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 掘墓工人也说 已从处理第一具武汉肺炎 往生者的紧张害怕 到现在能克服恐惧 尽力完成工作 非政府组织志工学校的成员 也主动关怀工人们 近两个月来 每周固定提供免费的便当和饮用水 从三月爆发疫情到现在 印尼筛减能量有显著提升 至今每天筛减约四万例 但仍追不上疫情的攀升速度 掘墓工人也说 希望民众确实遵守防御规定 才能彻底切断病毒传播链 中央社记者石兽娟 雅加大报道